是潤過 潤過是酒精水酒精 對 酒精水酒精 然後我都會一樣用那個夾著 然後潤 潤完之後就丟下去 然後丟下去之後我才會開始夾 Muffer 我直接操作好了 這要很小心喔 因為這很小 這是酒精 入貨水 然後酒精 然後再來就是Buffer 用那個那一支針 潤過之後 對對對 就從那個潤過之後 然後好了 就 放進去 好 然後放之後 就用這補 好懶 好懶得吸 好 然後就吸 可是通常我會用 用在 就是那個補液的燒杯 那個 我直接從那邊洗 因為用 再一直從那邊抽 會 就蠻麻煩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裝個三分之一杯的 的這個 先裝到燒杯裡面 就補 Buffer進去 因為它磁石旁邊很容易卡 那個氣泡 所以我一樣就是 我會 先看一下有沒有氣泡 然後可能有 我就大概拍一下 就讓它氣泡往上浮 然後好了之後 確定沒有 我才會繼續補 然後就是補到 我要的位子 補到這放皮 然後再來就是蓋子 那蓋完之後 夾這個 夾上去之後 這邊 要把它鑽緊 然後這時候 喔 我剛剛忘記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點 就是 你這樣補完之後 你要確認 那個 容易有沒有到這一條表現 然後 沒有到就是補 多了就是再吸一點起來 然後都確認完之後 溫度到了 才是加 就我後面 我剛剛忘記講到這個 很重要的點 啊這 嗯 你通常加 那個 你的Sample進去 它可能 會有一點 變高或變低 那個 沒有關係 我覺得沒有關係 主要是你一開始 還沒有加入Sample之前 你要先確認 基準線 是到這 通常是不會那麼快就浮 我那時候都沒有 都沒有 跑起來 因為它 它就還沒滲透下去啊 所以有可能它滲透下去 它就會超過那個線 通常也不會滲透那麼快 也是啊 而且通常會 可能會揮發 因為我有時候做到差不多 4小時 6小時的時候 它的那個線 就沒有到 就不準了 所以你一定要真的就是 取多少補多少 嗯 對 只是這個線 一開始就是 你一定要到 對 到那個線 對 就是大家的基準 都要一樣 這樣 然後揮發量 其實每一個 樣品也不一定 OK